我們直接用了一個建築的樣板的新檔去打開來 打開來基本上這個其實就是一個工資的 因為我們冠Revit的時候 它已經先內訂好了 原則上它就已經是工資 但是它內訂的單位 跟我們習慣的單位不太一樣 所以你要到管理的 設定的這裡的專案單位這個地方 那你就可以看得到 其實它內訂就已經是工資了 就是MM公尺公尺 就是米平方跟米立方 只有一個東西我們要稍微改一下 因為我們大部分建築都是習慣用公分 所以這裡就稍微改一下 把它改成是公分 這樣就好了 那按確定 基本上這裡面就已經是 大部分我們常用的單位了 按一下確定 這樣子單位就改好了 來請各位做一下